120、21世紀經濟報道A股反彈意象調查 其指美盤跳水,主力資金淨流出均屬正常 2015年7月14日財經13常量度到今天有1,500隻股票漲停 主動賣出量要遠遠大於買入量 因此顯示資金淨流出是合理的 本部記者常量上海報道7月13日 I.C. 系列合約美盤再次出現異動 引發市場關注 多名其指投資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反映 現貨市場收盤後15點整到15點07分 多單開倉受限 大多為多評、空評、雙評和小量空開 15時08分後重新出現多開成交 而I.C. 也自15時08分後出現反彈 我今天未盤希望開 I.C. 多單 但系統反貴一直是超出客戶限倉 旗指投資者李強表示 這與前設天的限制空投開倉的情況是一致的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此向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方面求證 但直至發稿上未得到回應 據了解 當天上午也有部分投資者被限制開空倉 下午才恢復造空開倉權限 但A.股收盤後開多倉權限也被限制 而I.C. 1509合約則在一分鐘之內下跌1300點 從漲停直線下落近8%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 根據中金所7月10日最新修訂的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風險控制管理辦法 今天的限倉行為可能涉及其第三張漲停跌停板制度下的第九條內容 即合約連續兩個交易日出現同方向單邊市 第一個單邊市的交易日稱為 D.1交易日 第二個單邊市的交易日稱為D.2交易日 D.1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稱為D.0交易日 下同D.2交易日為最後交易日的 該合約直接進行交割結算 D.2交易日不是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所有權根據市場情況採取下列風險控制措施中的一種或多種 提高交易保證金標準 限制開倉 限制出金 限期平倉 強行平倉 暫停交易 調整漲跌停板幅度 強制減倉或其他風險控制措施 由於 IC系列合約已經在7月12日和7月13日連續兩個交易日出現同方向單邊市 且7月13日並非IC系列合約的最後交易日 中金所7月13日的限倉措施符合該辦法要求 不過問題在於 在同一時間不同交易者有的可以開多倉 而有的人不能 不同時間 同一個交易者有時可以開倉 有時不可以 我們並不了解這其中的原因 也沒有期貨公司或交易所的相關提示 李強表示 套利者 程序化交易者可能出現很大虧損 今天 IC買賣價差可以500點以上 也就事說一張合約 買賣差價達到1萬元 其貨市場出現異動以外 現貨股票市場同樣出現令人不堪的消息 根據東方財富網統計的兩市主力資金流向情況 護深兩市主力資金累計淨流出481億元 其中護市主力資金淨流出289億元 深市主力資金淨流出183億元 這一數字被部分市場人士解讀為大盤轉向的關鍵指標 顯示主力資金的悲觀情緒 任何單一指標都不能解釋整體市場情況 如果一定要掌握資金的動向 那麼證券賬戶保證金的流入、流出 如額是最為準確的 但這一部分數據是不公開的 胡尚某私募投資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 由於這一數字的統計方法是根據主動買入和主動賣出來統計 今天有1500隻股票漲停 主動賣出量要遠遠大於買入量 因此顯示資金淨流出是合理的 並不能作為單一指標判斷接下來的走勢 編輯 鄭細鳳 如有意見或線索 請聯繫Zhengsef at 2102.com